三重光田里与重光社区发展协会 办理长者共餐 每逢节庆还会加码安排应景的活动 理事长沈美英带着长辈动健康伸展筋骨 还准备温馨的小礼物联络情感 以实际的行动关怀弱势 促进社区和谐发展 理事长沈美英在台上带领 台下长辈笑得开怀 边跟着摆动身体 除此之外 这次还有精彩舞蹈可以欣赏 光田里与重光社区发展协会 办理的共餐活动温馨又热闹 那今天有送给中地收入户 有一个霸掌 还有一个红包 让他们过一个节庆 让他们感到很高兴 那我们长者就在这边一起共餐 一样都有肉粽跟香包 还有我们志工煮的很美食的料理 大家在这里很高兴 礼办公室和协会经常举办不同活动 来促进社区间的情感与关怀弱势 这次也提供需要的礼民社福金 今年我们募款快将近六万块 就是我的顾问团还有我们的前理事长 还有我们的礼监事 还有我们的会员 那把这一次所有的粽子香包还有社福金 每个人五百块这样子 一起办这一场三重心重光情 庆段五家节的活动 我们都采用自筹款的方式 没有动用到工部门 我们的气管协会有办没有那么大 他们快乐 我自己也很快乐 活动中除了发放粽子 每个人还有一个小香包 也让大家沾沾喜气与福气 记者沈旧林佳珍三重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